大家好 我是姊姆江 歡迎收看《鳳凰財經日報》 中國國家統計局 在今天公佈內地 8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 從消費投資到工業增加值 全線低過預期 其中社會消費品的零售 總額按年增長2.5% 不過這個是 差過市場的預期的7% 同時也創下了 一年來的最低水平 但官員也提到了 下一階段的消費支撐 還有很多的利多的因素 究竟有哪些 另外 根據最新的消息 人行公佈債券通南向通 會在本月24號開通 那麼相關的話題稍後 我們有請今晚邀請到的嘉賓 德國商業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周浩先來做進一步的解讀 還有分析 至於反映基建投資的 固定資產投資征幅 在今年的前8個月增長8.9% 這個征幅略低過市場的 預期的9% 同時是年內的最低 而兩年平均增長是4% 那麼較1至7月份 會落0.3個百分點 先帶您看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 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按年增長2.5% 大幅低過市場預期的7% 並創下去年8月以來最低 如果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只有近0.9% 當中餐飲收入 按年下跌4.5% 商品零售方面 服裝鞋帽 蒸紡製品類 日用品 家電和汽車等都錄得下跌 通訊器材類跌幅更接近一成半 網上零售增速則保持在較快水平 按年增長19.7% 至於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按年增長5.3% 比市場預期的5.8%低 增幅更是去年7月以來最低 41個大類行業中 有34個行業的增加值保持增長 而汽車製造業跌幅 则超過12% 而反映基建投資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 在今年首8個月增長8.9% 增幅略低過市場預期的9% 为年內最低 至於首8個月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 为938萬人 完成全年目標的85.3% 失業率則持平在5.1%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 傅林輝表示 受到疫情和汛情衝擊 以及去年同期 基數台深的因素影響 導致8月經濟指標增速有所回落 在備受關注的消費部分 他預期可以保持穩定增長 這個月受到疫情汛情的一些衝擊 社會消費率領受總額 回落幅度是比較大 這主要還是由於疫情汛情 多點發生 居民出行減少 暑期消費受到一定影響 那麼隨著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統籌推進 經濟持續恢復 那麼消費環境也會逐步改善 那麼有利於消費的保持穩定增長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另外針對內地房地產企業恒大集團的債務違約風險升溫 國家統計局表示已經注意到相關的消息 但是對整體產業的發展影響還有待觀察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一到八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8.9% 基本符合市場預期 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0.9% 兩年平均增長7.7% 比前七個月回落了0.3個百分點 而針對近期恒大債務違約的風險 傅林匯認為這對行業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總的看一些大型房地產企業 是在運營過程中面臨出現了一些困難 對整個行業發展的影響還需要觀察 那麼從整個房地產運行來看 今年以來 隨著國家各地區各部門 堅持房租不炒的這種原則 整個的運行 整體上是保持平穩的態勢 儘管8月主要指標增速有所回落 但統計局方面判斷 中國經濟的恢復態勢並沒有改變 尤其是接下來一段時間 十四五規劃的重大項目 將會陸續開工建設 基建投資有望逐漸改善 同時隨著疫情防控和宏觀政策的 跨週期調節的有效實施 預計全年經濟的運行 將會保持在合理區間 鳳凰衛視 林曉雯 劉健 北京報導 內地8月份的宏觀數據 全面走弱 其中消費增速更回落到一年來的新低 相關的話題 我們立刻請教我們今晚的嘉賓 周浩倩 周欣你好 主持人你好 周欣倩 我們先來談談有關於 內地8月份的消費增速大幅回落 當然官員提到 除了受到殉情疫情的影響之外 當然也有基數抬高等因素 那麼教育還有房地產限制政策 當然也一定程度影響到了消費 但另外一方面 官員也提到了 就業保持總體的穩定 還有居民收入增加有保障 加上企業效益保持較快增長等等 都有利於消費能力的提升 所以您預計下一個季度 消費能不能夠重拾快速增長這個動力 其實我覺得快速增長的可能性 並不是特別大 因為我們知道 四季度的基數也是比較高的 但是我覺得8月份的整體來看的話 這個消費的增速應該是年內的一個低點 因為8月份是受到了這個疫情的 相對比較嚴重的影響 如果未來一段時間 我們沒有再度的大規模的疫情爆發 和再度的大規模的封鎖的話 我覺得從9月份開始 整體的消費增速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抬升 其實從中國的消費增速上來看的話 我覺得大概率到四季度 應該會回到6%到8%的一個水平的區間附近 其實我們知道在疫情的狀況下 整體的一個經濟的預測 變得非常的困難 而面臨著非常多的不確定性 但是我個人認為來看的話 其實8月份應該是 今年年內的這個涉零的一個最低點 那麼8月份除了這個消費表現差強人 另外我們看到像工業增加值增速 也連續6個月放慢 那麼前8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 升市也放緩到8.9% 這個聯儲當中的房地產開發投資 雙雙創下年內的最低水平 那這是不是也反映四季度的增長情況 會比預期的更加困難 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坦率來說 如果三季度的水平 稍微比預期的低一點 四季度應該比預期的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整體來看的話 這個經濟其實是一個 周期性的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狀況 此前我們大多數的預期 是認為三季度的會在6左右 那麼四季度會回落到這個 5左右的一個水平 甚至5以下的一個水平 那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三季度在差不多6以下的水平 差不多5.5甚至低一點的水平的話 那麼四季度很可能會在5以上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看的話 三季度的水平稍微低一些 其實並不是一個明確的一個壞事 對於整個經濟相對平穩的表現 其實抵消基期的一個影響 其實整體來看的話 下半年的經濟的表現 可能不會有一個更快的 一個下台線的過程 反而會出現一個相對比較平穩的 一個放緩的過程 整體來看的話 中國經濟會在明年第一季度 出現一個明顯的底部 OK 那有關於宏觀經濟的一個分析 再來關注今天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內地跟香港的債券 北向通在2017年7月3號 正式上限4年多以來 中國人民銀行跟香港金融管理局 聯合發佈公告 債券通的南向通會在9月24號上限 人銀行表示 南向通實現的資金閉還管理 還會設置每天200億元 以及每年5000億元的額度限制 在內地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 北向通上限4年之後 南向通也落實了推出時間 中國人民銀行周三 在官網刊登通知 宣布南向通將於9月24號正式上限 人銀行表示南向通的可投資範圍 是在境外發行 並在香港市場交易流通的債券 內地投資者暫定為 中國人民銀行2020年度公開市場 業務一級交易商中的 41家銀行類金融機構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 和人民幣合格境內投資者RQD 也可以通過南向通 開展境外債券投資 南向通設置了5000億元 等值人民幣的年度總額度 每日額度則為200億元等值人民幣 人行將根據跨境資金流動形式 對南向通年度總額度 和每日額度進行調整 人行還明確 南向通實現資金閉還管理 境內投資者不得通過南向通 非法套回 人行強調 事實開通南向通 有利於完善中國債券市場 雙向開放的制度安排 進一步拓展國內投資者 在國際金融市場配置資產的空間 同時也有利於鞏固香港 連接內地與世界市場的 橋頭堡和樞紐地位 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那麼香港金管局總裁 余偉文表示 債券南向通可以豐富 香港債券的類別 這也是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 互聯互通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國際金融機構 國際金融機構將會有更加多的誘因 在香港投放更加多的資源 在債券、承銷、交易、托管等等幾個環節 去服務南向通的投資者 長遠來說 隨著南向通吸引更加多的內地資金 進入香港的債市 是會幫助到擴大香港債市的投資者基礎 而債券發行人 也都可以更積極地在香港發行 面對內地投資者的債券 而這樣也都會進一步 去豐富到香港債市產品的類別 余偉文還表示 北向通開通至今四年多 運作能一直平穩有序 也獲得國際投資者廣泛的認可 而北向通的成功經驗 也為開展南向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南向通的推出是香港跟內地資本市場 互聯互通的一個新里程碑 相信南向通將會進一步地推動 內地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 促進香港債券市場的蓬勃發展 從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們看到債券南向通的開通 為內地投資者開拓地進入 國際債券市場的一個嶄新的渠道 預料會吸引更多內地跟海外機構 來香港發展 進一步地推動香港 債券市場的發展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下方的話題我們繼續 請教我們的嘉賓周先生 周先生我們看到相對於 沒有限額的北向通 南向通它有跨境資金淨流出 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 還有每年不超過5000億元的限制 那您怎麼評價初期的這種安排 其他開通以後的一個效應 其實我們知道債券南向通的 討論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從整體的目前的 人民幣的匯率 包括目前的整體的資本 比如資金流動來看的話 其實南向通在這個時候開通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視點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人民幣在目前沒有非常明顯的 一個貶值或者升值的一個趨勢 那麼與此同時的話 我們看到說一個額度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 其實是防止人民幣 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 比如說大幅度貶值的一種 這種風險 其實另外一點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的話 外國投資者持有中國的債券數量 是超過1萬億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年度的5000億的這樣的一個額度 其實也是反映出 給出了非常充分的一個 緩衝的一個通道 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對於香港的影響 我覺得對於香港來說 其實兩邊的債券市場的 一個雙邊的流通 其實對於香港金融市場的 一個發展和繁榮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香港長期以來 是一個以證券為主的一個市場 那麼加入這個債券 這個大的品種之後的話 其實對於豐富香港的 整體的一個金融市場 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場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覺得這個限額的限制 活動程度上是給出了一個緩衝 另外一方面也許體現出 整個的中國的對外的金融開放 是這個相對比較有步驟 和有節奏的一個方向 好 我們看到兩週內的 跨境理台通跟載券 南向通相繼的開通 也為內地跟香港的金融一體化 又跨出了進一步 非常謝謝周研究 我們今天向文化體做的分析 再來關注其他的消息 非常研究所公佈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1年度報告 香港再度被評為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在五大評估大項當中 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 還有監管繼續排在第一位 而自報告開始發布以來 香港也一直位列全球第一 港府發言人表示 正明確肯定了香港 一直以來堅定地建立一個 自由經濟體 以及提供公平營商環境的努力 港府也強調 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切合香港市民的利益 也有利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會繼續積極地融入 國家新發展大局 提升競爭力 讓整體的經濟維持繁榮發展 需要大力關心的是 各地股市的表演情況 我們待會見 經濟數據遜於預期 內地股市今天全線走低 或是中場小跌0.17% 窗外板指的部分則下跌 超過1.1% 不過像風電 光伏 離電等 新能源板塊持續造好 更掀起漲停潮 今天兩制的成交 較昨天大減一成 但仍然是連續第41個交易日 破萬億 至於香港股市受到了科網 內房還有賭業股 歷旦消息困擾連跌第三天 中場下跌1.84% 鹹手2萬5千點 這次關口 收到內地8月份 宏觀經濟數據走弱的影響 滬深股市反覆偏軟 深圳市場跌幅領先 昨天反彈的創業板指 估壓最為明顯 全天單邊下行 失守3200點 最多跌了超過1.5% 深塵值也一度跌超過1% 滬指則是連續第二天走低 從牌面上看 釀酒股大幅下挫 旅遊 半導體 銀行類股也是偏軟 但石油 化工 煤炭等周期股 集體逆勢上揚 滬指中場收在3656點 跌幅0.17% 深塵值收爆14536點 跌幅0.61% 創業板指數跌幅領先 收低1.12% 科創武林指數收跌0.87% 糧市成交額 縮減至13000多億元人民幣 連續第41個交易日 突破萬億元 港股連續第三天下跌 橫指滴開192點之後 反覆下挫 午後跌是加劇 临近尾盤更急跌511點 失守25000點關口 創近一個月新低 但收盤重新占上25000點 澳門加強博彩監管 博彩股成為跌時中災區 金沙暴卸3成2 永利澳門也急挫2成9 科技股估壓持續 京東跌近6% 腾讯 美團和快手都跌超過4% 蓝筹股跌多漲少 中磅股友邦保險 大幅下挫近4% 但中石油逆勢上揚超過1% 香港恆生指數收盤暴2500033點 下跌469點 跌幅1.84% 主板成交1570億港元 亞太區其他股市個別發展 日本和台灣股市分別收跌 0.52%和0.46% 韓國股市收漲0.15% 鳳后衛視綜合報導 至於澳洲股市在五盤走勢分化 零售和旅遊股表現低迷 脫了一大失氣氛 有部分的奢侈品股跌幅更超過了3% 目前英國股市在平盤的上方浮動 德國的股市微跌0.1% 法國股市則相對6後 下跌0.5%左右 至於在美股方面 美國的企業稅很大機會會被上調 拖累昨夜三大指數先升後跌 道磅斯工業指數中場下跌0.84% 跌到接近2個月的低位 標普白指數下跌0.57% 也是跌到接近1個月來的新低 至於納斯達哥指數路德5連跌 中場下跌0.45%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 根斯勒14號表示 即將發布的年初 遊戲驗戰散戶逼空事件的覆盤報告 外界普遍預計 這個報告將對散戶交易產生影響 美國證交會主席根斯勒 當天首次出席 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 根斯勒表示 將在不久後 發布年初遊戲驗戰散戶逼空事件的 覆盤報告 根斯勒當天重申了對零售經濟商交易和 營銷行為的擔憂 他認為零售經濟商的行為可能會減少 零售股票市場的競爭 並鼓勵消費者進行風險交易 自4月上任以來 根斯勒一直在推行多項較為激進的議程 包括徹底改革公司信息披露 提高對特殊目的收購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 並呼籲國會限制加密貨幣市場 在聽證會上 共和黨議員就強烈指責根斯勒 扼殺創新增加投資者成本 As to the people and the companies that you regulate as chairman of the SEC,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to be their daddy? No, no. What I've been trying to do is say if investors want information about climate risk and it looks like tens of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of asking, we at the SEC have a role to put something out to notice and comment, do the economic analysis, and really see what investors are saying 美國8月份的通脹略有降溫 外界普遍認為這有利於緩解市場 對美聯儲提早收錶的憂慮 而白宮跟財政部仍然關注 樓價持續高期對整體通脹的影響 美國勞工部14號發佈的 8月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5.3% 符合市場預期 環比上漲0.3% 低於市場預期 較前值0.5%有所回落 美國8月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4% 略低於預期的4.2% 從年度數據來看 價格壓力有所緩解 另外 供應鏈的瓶頸依然存在 勞動力市場正在收緊 推高了工資 截至7月底 有創紀錄的1090萬個職位空缺 迫使公司在招聘時提高工資 儘管某些行業的工資有所上漲 但通脹正在削弱美國家庭的支出能力 路透社援引白宮官員報道 拜登政府對8月通脹降溫表示歡迎 稱從美聯儲到市場以及私營部門預測者 都贊同通脹是暫時的 但白宮和財政部仍對自住房成本上漲 及其對租金和整體通脹的連鎖反應深感擔憂 美聯儲將於下週舉行為期兩天的議席會議 此次通脹數據尤其是核心通脹略低於預期 可能將緩解市場對美聯儲年內縮減購債規模的擔憂 鳳凰衛視王悠悠 陳怡秋 華盛頓報導 雖然全球疫情仍然沒有降溫的跡象 不過國際物業顧問萊芳發表最新的 全球樓價指數顯示過去的一年 全球樓價平均上漲9.2% 發達經濟底的漲幅更大 萊芳15號發布的2021年第二季 全球樓價指數顯示 截至今年6月的過去一年 55個國家和地區的樓價 平均上漲9.2% 是自2005年第一季以來增長最迅速的一年 而其中全球10個發達經濟體的 平均樓價上升12% 是發展中市場的兩倍 總體來看 發達經濟體的樓價漲幅領先 而當中土耳其的樓價按年升29.2% 位居榜首 新西蘭 美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及俄羅斯 則排在前10位 其中澳大利亞更錄得自2003年以來 最強勁的樓價增長 至於香港住宅樓價則按年上升2.6% 排第45名 來方董事及大中華區研究及諮詢部 主管王兆玲表示 香港最近一季的住宅樓價升幅跑銀 包括中國內地 韓國和新加坡在內的 大多數亞洲主要市場 他指出 在特區政府消費券帶動下 香港經濟繼續表現良好 營商氣氛不斷改善 失業率持續下跌 預計香港樓價在第三季度將會破頂 而低利率環境會是樓價破頂後 長線支撐樓價增長的主要因素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有統計顯示今年第二季全球債務總額 升到記錄新高 但是債務與國內山安總值的比例 則是疫情爆發以來首次下降 國際金融協會公佈 今年第二季包括政府 家庭 企業 和銀行債務在內的總債務水平 增加了48000億美元 達到296萬億美元 比疫情大流行前高出36萬億美元 創紀錄新高 並扭轉了第一季略有下降的局面 當中新興市場的債務水平升得最快 暗季上升了35000億美元 在政府借款增加的推動下 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債務 在第二季創下了36萬億美元的記錄新高 美國的第二季債務增幅 則約為4900億美元 是疫情開始以來最小 歐元區的債務水平 在第一季略為下降後 第二季也再次回升 至於第二季的債務 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 為353% 比第一季的362%有所回落 在監測的61個國家中 有51個國家的債務與GDP比率 出現下降 國際金融協會檢視 主要是受惠於經濟活動強勁反彈 並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不過協會認為 許多國家的復蘇力度不夠強勁 難以推動債務和GDP的比率 會落至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謝謝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姊姆姜 祝您晚安 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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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